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做了一个集会演讲 因为他拿出了一个6.8万亿的预算 美国人我咋也搞不懂 6.8万亿的预算 现在他的麻烦呢 就是众议院的议长是麦凯西 那麦凯西呢 他会把有关借债的债务上面封顶 就是美国政府花钱得批对不对 那批下来 如果美国政府的花钱的过程中 全是从国库借 也就是全从印刷机里印出来的 那他 整个这个国家的 本身的基础 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生产能力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产能 作为一种平衡 那不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那美国人就要控制债务 美国众议院呢 他是花钱是要靠 他的权力太大 花钱都要靠他批准 所以他们之间就有着很大的一种冲突 非常大冲突 也就是说拜登今天想达到目的呢 很难 所以他就要去公布 或者说形成一种氛围 这是美国政治当中的故事 那他去演讲大概发表了一个小时 演讲 在谈到了未来美国总统选举的问题 就是拜登现在他自己还没有宣布自己 是不是要进行选举 但他看着意思是 那美国民主党人呢 对他来讲就有明显有着分歧 甚至一些媒体呢 包括一些政客呢 在出卖他 在设计出卖他 但拜登是拜登了 人们说当如果他真的是老年迟来的话 就是拜登人的这面真的是老年迟来的话 也就是这个人呢 他就有可能受控于另外空间 甭管是什么东西 妖精鬼怪兽也好 什么神了魔了鬼了 甭管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都能控制他 就是他自己控制住他自己 所以在闲暇无事的时候 大家看到他的是呆傻的样子 就是他呆傻的样子的时候 可能真的就是真的他 就他真的是老年迟来 但是当他去注重某 中贵他是总统啊 当他真正要去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 就不一定是他 而且他呢 说的很多话就是真实 那真实的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现在看到这段的演讲的时候 这段演讲的时候 他说呢 我跟前总统曾经呢 爆发过很大非常大的冲突 那看来呢 在未来的时间里呢 我们俩还得来一把 当然我们俩还得来一把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真正未来的总统 就这么说 那可能他就是未来的总统 希望上帝能够保佑我 他以这样的方式说的 那人们在英文 可能是英文语言的环境吧 所以这就被人们爆 被人们完全爆出来 上面是川普 下面是现场的人在嘲讽 那这就被人爆出来 就讲说 拜登承认 川普有可能 是下一届美国总统 因为他在演讲中 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这是拜登 大概这是拜登第一次 在公开的场合 把他跟川普 不点名的进行对比时 承认川普是可以成为 美国总统 因为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看到川普有什么反应 川普的现在的集中力量呢 都在美国共和党内部的选举当中 他引用了很多不同的 他引用了很多不同的民营调查 在最近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几乎所有的民营调查 全都倒向了川普 这是真的 倒向川普最大呢 今天他就引用了那么一个 他大概是获得67% 67% 那德桑迪斯呢 21%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领先了46% 那这些他应该 就是川普很 很现实 他在很现实 很多的民营调查 都集中在共和党内部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 肯定面临党内初选 那在党内初选当中 他不在乎其他人的威胁 他只在乎德桑迪斯的威胁 那德桑迪斯目前 受到了美国共和党人的 内部当中的一些捐款 大佬的支持 大概是明天 明天应该是在这个 有可能是明天 在佛罗里达 有一个共和党的大佬们的 这个主要捐赠者的一个集会 就在西宗里坛 当然不是在川普家 我记得当年在2020年的时候 2020年是2019年 当时也出现过 当时那次会议呢 是在川普家里面开的 那是在川普家里面开的 120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会议 但到了今年呢 这次会议的很多人呢 转头给了德桑迪斯 而显然美国共和党 在这件事情上 在随着时间推移在等待 因为德桑迪斯要等待 佛罗里达州 州法律将如何确定 因为佛罗里达州的州法律 确定说 如果州长竞选美国总统 州长必须先辞职 很显然德桑迪斯不想辞职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如果他不想辞职 而竞选总统 如果不成功的话 他依然是他的 依然是他的州长 那现在佛州的参众两院 应该都是共和党人 那都支持德桑迪斯 所以他需要一个法律上的修改 如果法律不修改的话 他去宣布竞选 他就要辞职 最后鸡飞蛋打了 那就不内容 所以需要一个时间 很显然德桑迪斯 也在等待这个时间 在自己确定是否真正 愿意去挑战川普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变量 我想其他的都不算 而川普本身呢 已经把他定格为 就是这么个故事 定格德桑迪斯 是他的政治对手 非常直截了当 而他能够接受的呢 昨天是前天的 已经出现就 Larry Lake 叫什么 是叫Larry Lake Larry Lake 亚利桑那州的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的竞选者 亚利桑那州州长竞选者 他失败了 那昨天传出消息 他已经上诉到 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呢 已经判他输掉 因为没有太多的宣传 因为那件事情 实际就已经过去了 那给我感触呢 就是Larry Lake 之所以官司继续往下打 愿意花着钱 冒着风险 花着钱 他是要营造 他的政治上的资本 营造政治上资本 未来是否会承担 法律责任 我们不清楚 但我们看到过一些呢 当一旦这样的申诉 屡屡申诉 没有截止之后 对方 就是被他告的对方 可以反过来告他 认为他呢 故意影响干扰 美国的作为州长的选举的一个正常的一种法律程序 那你故意干扰 故意捣乱就是 那你如果故意捣乱的话 你是对法律的 对选举的不尊重 对选民的不尊重 那个我们并不清楚 亚利桑那州是否走到这一步 但是呢 Larry Lake应该是已经彻底输掉了 没有机会了 我们没有想过他会是否能告到联邦最高法院 因为选举是在州的 所以这是一个他状况 但是如果Larry Lake跟川普搭档 他就成为了因为出现一个女的副总统 出现一个女的副总统 从选票上 从这种氛围当中 川普当然是OK的 但是从政治的基础上 在共和党的政治的基础上 跟原来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如果真的Larry Lake成为了川普的竞选伙伴的话 标志着共和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因为他将抛弃共和党的所有建制派的人 这是关键素材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